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全家都到齐了 因为角色实在是太多了 要叫大家都一起来演一下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故事呢 是芒狗狗的故事哦 是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来听听看吧 有很多芒果呢 没有 芒狗狗第二季 和台湾食物座朋友绘本 制作 出版 图文不符团队 今天的故事里呢 要为大家介绍好几种 台湾人最喜欢的国民饮料哦 而且都是好喝营养 没有 珍珠奶茶只有好喝没有营养啊 要好喝营养又健康才行 那会不会有小朋友你们喜欢的饮料在故事里头出现呢 我们来听听看啦 周末的下午 芒狗狗自己在房间里面玩玩具 忽然呢 芒狗狗啊听到厨房传来了哗啦哗啦的水声耶 他正在那里好奇地走到厨房的时候 就发现水果们正在果汁机旁边练习跳水水果们耶 如果成功跳进牛奶里面的话 我就会变成好喝的果汁牛奶哦 水果们啊 高兴地说 如果讲到果汁牛奶的话 小妹你最喜欢喝哪一种果汁牛奶 樱桃 樱桃 太奢侈了吧 小比 小比喜欢草莓 小比喜欢草莓 他喜欢莓果类 小妹很害怕莓果类 反正不管怎么样 香蕉牛奶也蛮好喝 葡萄牛奶也不错 加一点幽络乳也不错 要慢慢来 慢慢长大就敢喝了 刚刚那个苹果啊 就在原地优雅地旋转了起来 把它的外皮肤对对旋转 像脱衣服一样 一圈一圈的把衣服给脱下来了 接着啊 他跳得好高好高哦 在空中他就啪啪啪啪啪 分散成好几片耶 就像那个影之分身术一样 对不起 因为我没有看鬼灭之人 反正就啪啪啪啪啪 分成了好几块了 嗯 分针之术 他就跳到果汁集里面啦 噗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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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地跳了进去之后 跟牛奶啊 啪啪啪啪啪啪啪 打一打 就变成了浅黄色的苹果牛奶了 这个时候 这是什么声音啊 盲狗狗听到了一个好沉重的脚步声哦 这是虾狼 是我啦 怎么讲 我是虾呀 我是虾呀 各位小朋友 我是小比姨姐姐 在这里郑重地跟大家澄清 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是木瓜不是芒果 木瓜的台语是 猛龟 来跟我说三次 猛龟猛龟猛龟 它是猛龟啦 你是苹果 不是啦 你是猛龟猛龟 好了 不要乱了 现在是木瓜 木瓜出现啦 那小朋友大概知道了 是什么样台湾很受欢迎的一个饮料 马上就要变身出来啦 它是整个赛场上面啊 体积最大的一种水果了 这个大大的木瓜 也朝过之机跑了过来 它一边跑 一边把它的外皮给脱下来 我脱 它为了艺术牺牲了 它脱啦 接着 拉屎龙 没有只有脱而已 接着啊 它往果汁机一跳 巨大的木瓜卡在果汁机上面 它没有办法顺利地跳到牛奶里耶 啪鸡了吗 它没有啪鸡 它是被卡住了 怎么办我被卡住了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盲狗狗啊赶快跑向前去 抓住了木瓜之后 嘿咻嘿咻 像拔萝卜一样 我拿我的棒球棍来打你 不是那样打 是你要拔它 它呀 用力地把木瓜给 拔了出来 怎么办 我的身体比果汁劲的 我跳不进去 木瓜感到非常的烦恼 那你就先把自己变小 就可以踏进去了啊 对呀 盲狗狗就这样给了木瓜建议 这真是个好方法 我来试试 靠我的一分为二变身处 木瓜变身 它把自己分成了两半 再一次地准备跳水 它先出跑 准备 木瓜选手就起跑位置 准备裁判名枪 跑 木瓜选手在枪响之后 大步向前全力奔驰 虽然它有体型上的限制 不过还是可以看得出 它志在必得的决心 现在在跑道上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黄色的身影 正在努力地向前移动 速度不是很快 而且看起来好像有点笨 但是没有关系 等等 跑道上那是什么 怎么回事啊 两片木瓜不是一分为二了吗 两片木瓜跑向果汁机的时候 不小心就滑倒了 结果低头一看 原来木瓜是被自己肚子里面 掉出来的黑色的球球给绊倒了 死在滚 没有啦 它不是从肚子里出来的就是屎 也有可能是别的东西 像木瓜肚子里面掉出来的这些啊 像珍珠奶茶那样一颗一颗的 那不使屎啊 那也不使珍珠 那个呢是木瓜的子子 木瓜呢被自己给绊倒了 怎么办怎么办 我现在跑不起来 木瓜站起来又跌倒 站起来又跌倒 不得了啦 那些猪猪啊害得哈啊 好慌张啊 掉下去不是办法 木瓜木瓜 你先把你的子子都拿掉 该不会滑倒了 对啊 先把那个子子都弄干净 就不会一站起来又掉新的子子下来 又滑倒 又站起来又滑倒 站起来又滑倒了嘛 真正是个好方法 那我试试看 他来试试看了 木瓜把子子都拿下来了 都准备好了 木瓜再次向果汁机跑了过去 而且这一次 他还使用了花式变身法 看我的影分身之术 超级大变法 哎呦 这法怎么听起来名字那么糟糕 好 事情不是这样子的 这一次木瓜 它分散全了一小块一小块的样子 对 你要还是切小块一点 果汁机比较好打嘛 然后啊 所有的小块小块的木瓜 统统啊 都跳了起来了 木瓜加油 木瓜加油 这次你一定要成功 不然你叫啪鸡啦 木瓜成功地跳到了牛奶里 变成了橘黄色的木瓜牛奶了 终于上高了 木瓜牛奶邀请芒狗狗 还有所有的水果 一起参加庆功派对 果汁牛奶派对真开心 而到了第二天早上 忙狗狗起床了 要准备吃早餐了 那赶快看看 今天爸爸妈妈准备了什么早餐吧 哇 今天的早餐里面啊 有饮料 而且这个饮料啊 是喝起来滑顺的 白色的饮料耶 白色的饮料 小朋友猜猜看 会是什么呢 突然 一颗圆滚滚的黄色小球 从饮料里面 碰一下地冒出来了 哈喽 你是谁 你怎么会在这里 我是谁 芒狗狗啊 吓了一大跳 都搞不清楚这里是哪里了 以为自己还在做梦呢 我是黄豆啊 好喝的豆浆 就是黄豆我 变成的哦 哦 原来芒狗狗喝的饮料 就是豆浆啊 你不要看我是小孩子 就骗我 你明明是一颗豆子 虽然我最喜欢喝豆浆了 对啊 你明明看起来像是 一颗硬邦邦的豆子 干嘛骗人家说 自己是豆浆呢 让我来告诉你吧 黄豆大方的 跟芒狗狗分享了 豆浆的做法 先把黄豆洗干净 接着泡在冷水里 再把黄豆洗一次 捞起放进果汁机 然后到进沙庫内 把水紧进锅子里 准备 准备 最后等它冒泡泡 豆浆它就完成了 讨厌 讨厌 呜呜 哦 原来豆浆 是这样做出来的 到了中午 芒狗狗准备要吃午餐了 今天的午餐里面 哎哟 也有一杯饮料 而且呢 是喝起来甜甜的 咖啡色的饮料 会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 有棕色 白色 黑色 三种不同颜色的小颗粒 从那个饮料里面 砰的一声 冒了出来 向芒狗狗挥挥手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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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又是谁啊 我是芝麻 我是米粒 我是花生 小颗粒们 抢着向芒狗狗 介绍自己 我们三个 一起变生成的饮料 就是米浆哦 哇 想比变得好温柔 好吓人哦 总而言之呢 米浆里面的原料 跟芒狗狗介绍自己 咦 你们又是怎么变成的呢 让我们来告诉你吧 米粒花生芝麻 七嘴八舌的 跟芒狗狗分享 米浆的做法 把花生和芝麻 用锅子炒香 记得花生的衣服要做掉 把他们三个都加水打成汁 接着放进锅子里头煮 哭噜哭噜 芒狗狗猫泡 好喝的米浆 这样就煮好了 原来米浆是 米粒花生芝麻 一起变成的 芒狗狗高兴的 把米浆啊 通通喝光光了 甜甜的 真好喝 哎呀 时间过得好快哦 到了半夜了 芒狗狗啊 已经去睡高高了 厨房的食材们啊 这个时候还没睡呢 他们在讨论 明天该变成什么样 美味的早餐呢 明天早上我们要让 芒狗狗喝豆浆 还是米浆呢 当然是米浆啦 浓郁的滋味 可以让芒狗狗一大早 就充满活力哦 还是喝豆浆吧 滑顺的口感 保证让芒狗狗一杯接一杯 你在胡说什么 当然是米浆好喝啊 豆浆才营养嘞 乱讲 你才乱讲 本来就是 乱讲 哎呦 米丽啊 跟黄豆都坚持 自己的想法 谁也不让谁耶 不要吵架了 请你们 不要为了我真强 我真是一个 红烟祸水 你知道红烟祸水 是什么吗 红色的颜料落水 不是 因为太贵了 小比的妈妈很心痛 对 小比的妈妈很心痛 红色的那个 水彩一条多少钱 三百 好贵 一小条红色颜料就三百 好可怕 小比赵我鼻子 好 不要在录音的时候打架 捏捏捏捏回来就好了 这样好不好 我们把豆浆跟米浆 加在一起 变成豆米浆 这个时候 芝麻呀 害羞又扭来扭去的 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哎哟 这样太好了 芒果果就可以同时喝到两种了 想出了解决的方法 大家都很开心 于是 豆浆和米浆 真的就加在一起了 变成了另外一种 好喝的饮料 豆米浆 好啦 接下来芒果果要吃什么了呢 芒果果啊 下午跑到了社区的中庭去玩 他跟邻居小朋友跑跑跳跳的 流了一大声的汗哦 一回到家 他就急急忙忙的 跑去开冰箱 因为又热又渴嘛 想要喝一点冰冰凉凉的饮料 这个时候啊 芒果果经过了厨房 厨房的桌子上面 放了一坨好奇怪的东西哦 咖啡色的还刺刺的 哇 长得好像刺味哦 芒果果伸出手啊 想要摸摸看 你弄错了 我不是刺味 我是爱玉哦 那个啊 长着刺的那团东西 突然就开口了 你才不是爱玉呢 你是我的邻居芽芽 对 因为今天呢 我们的这个故事啊 角色太多了 所以我们就从楼下 把我们的邻居芽芽 装上来 来演我们今天的爱玉了哦 我吃过的爱玉不是这样啊 我吃过的有点像果豆 那个是因为 我们爱玉要先被洗一洗 洗一洗 不是洗一洗 人家还以为死了呢 洗一洗 对 洗一洗 洗完之后呢 我就会变得软软滑滑的了 哦 要用洗的吗 我帮你丢到码头里 抽水就干净了 那个少吃的东西 反正呢 芒狗狗觉得好惊讶啊 真的有洗一洗这种事情吗 没问题我来帮你洗 我一定帮你洗得清洁溜溜 芒狗狗拿起了爱玉 蹦蹦跳跳的 跑到了洗衣机旁边 就让我们家的洗脱后 三下合一洗衣机 来为你服务吧 来跟我一起唱 ía 不对 不对 现在不录唱歌的时候 爱玉不能用洗衣机洗啦 爱玉大惊她刚刚差一点就要被芒狗狗丢到洗衣机里了 不可以吗 没关系我用菜瓜布帮你洗一洗 你不可以用菜瓜布啦 哎哟小朋友你很特地哦 我才不是挑天了 爱玉绝大怎么会是这样的结论啊 太委屈了 喜爱玉是有方法的 你看我这些 身上看起来尖尖细细的刺 就是爱玉的种子 原来啊喜爱玉是有学问的 首先呢 要先轻轻地把那一些种子啊 所谓的种子就刺刺的一颗一颗的 剥下来 不能吃 放到了纱布袋里面 纱布袋还要绑好 不然待会洗一洗 那些籽就掉出来了 接着把纱布袋放进了水里 用手搓一搓 洗一洗 忙狗狗就按照爱玉教他的方法 这样啊 这样啊认真的搓揉这个装了爱玉的紫的纱布袋 一阵子之后水果然就开始变得浓浓稠稠的耶 连忙狗狗啊在洗爱玉的手也变得黏黏的了 好的现在请把我拿到凉凉凉的冰箱里 我现在呢得睡觉三十分钟 啊你爱玉还要睡午觉哦又不是小笔 不是啦不是啦我不是因为懒惰才要睡午觉啦 是现在要把我安安静静的冰着 我就会变成软软滑滑的爱玉咯 啊原来要冰一下冰完之后它就会变身耶 有这种事 过了三十分钟 迫不及待的忙狗狗准时的把爱玉叫起床 大家爱玉起床失火了失火了 没有失火 你变成冷冷花花的样子了吗 忙狗狗兴奋的打开冰箱 将将久等了 冰凉又软滑的爱玉完成了 哇好开心哦 爱玉啊突然就呆腰的一下 跳到了碗弓 杯子还有小碟子里面咯 哇哇你真的是我以前吃的爱玉的样子咧 没错爱玉啊就是这样子完成的咯 小朋友如果你们自己在家里DIY的话 记得你做完爱玉之后它是没有味道的哦 你还要加在糖水里面或是糖水再滴几滴柠檬 对加柠檬才会香 就不会也可以就是还可以加一些水果啊 蜂蜜 粉圆 粉圆对 你就把它自己装饰一下 你的爱玉啊才会有味道也才会更好吃哦 好了我们今天说的这一套书啊 芒狗狗认识食物绘本 让孩子从亲近食物到开始喜欢食物 这个故事啊就跟小朋友们说完了 那现在这一套书目前还在集资中 那详细的资讯我们会放在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里面 你可以点那个连结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个段落了 小朋友们我们跟大家说拜拜吧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次见咯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小妹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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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听我们的故事吗 现在可以透过节目的赞助功能 来请我妈妈喝一杯咖啡 或是让我买一件喜欢的文具 会让我们说故事说得更有动力哦 乡亲请看节目资讯啊 或是到我们家的睡前故事FB粉丝页查询 有赞助好开心哦 晚上的摄影被踩油去 叫我带着的拉虎去展身上 妈妈被吃掉我也被吃掉 哈哈哈哈 害 jsfl 对 Pandemie 那个回応 呀 czas 你们 咇 Shift 咇 咇咇 咇词咇 咇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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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咇 vault